社会工作的相关课程里面 有很多的部分都触及 或者是曾经触及老年相关的议题 所以在课程规划设计的时候 社会工作系的老师 乃至于社会工作系的学生 对这个主题基本上都是比较关心的 我们希望是给全校训的学生 不只是社会科学院 社会工作系的学生 能够修这个课 还要包含其他的学生 不管是理学院的 或者工学院的 或者是创意学院的 乃至于文学院之类的 所以我们在设计上面有参考 但是我们还会顾及他们的需求 重新有一个比较妥协的安排 这个课程基本上我们三个一起共同讨论呢 它有一些基本的概念 因为它是一个实物的课程 所以我们强调的是实作体验和操作 实际的体验也是我们的最主要的一个整个课程的核心 我们的学生基本上来自于四面八方 那他们对于老化的问题看似知道 但事实上并不理解 所以我们在这个课程设计的时候 我们特别强调体验 自己亲身去体会 我们常年教学有一个很重要的感受 如果光是讲学理上的介绍 学生的感受不会深的 老人老化相关的议题 他如果不止于亲身家里体验的话 事实上是不清楚老人家在老化过程里面 遇到的各式各样的问题 因为我们前的高歌技 都是在冷冷冰冰的这个里面 好到你很接近人气 其实跟人气很远 可是现在我们在设计的高歌技的时候 应该思维一下 应该是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它更贴近于这个人性 让它能够贴近老别人需求 就我食品的部分去看 就是说我们要了解一个老人的一个问题的食物 跟食品相关的 那我们想到的就是一个是营养 一个要对现在外面的一些保健食品做一个认识 这个是最食物需要的 那透过了解自己 设计自己的膳食需求之后 再去为老人设计他们的营养需求跟膳食设计 在整个课程设计里面 这是初阶入门的课程 体验 引发兴趣 然后跟自己所学 关联 这门课程其实啊 它是一个初阶 而且是面向全校同学 那我的期待是什么 期待是透过这个体验 透过这个感受 将来可以再跟他自己所学的专业课程能够相联系 这个是我在课堂上还有相关作业上 一二再再而三的要求的 我们过去的教育都是对学生 就是专业科目 比如说你的资讯就是资讯 识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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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的 社工就是社工 在自己领域里面把它做得很好 可是呢 一个人 我们要照顾一个人的时候 一个人接触的层面是非常非常多的 吃也要吃也要穿 也要这个生活各方面 我们今天的社会就是要来support这个 人的让人的生活更好 所有的课程里边 一定是事前先让他们 先要求他们看相关的一些介绍 或者是说明 好比说参访之前 你一定要对参访的机构 参访的对象 要做一些基本的了解 了解了以后才去参访 参访完毕了以后 还要求他们写相关的心得 透过他们的心得里边 来看看他们到底怎么样子 跟自己所学的专业的内容 来相联系 理工科的学生压来接触的课程 说真的对他们来讲 可能会有压力 因为他们过去受训的对象 都是那个机器 你叫他做什么事情 他就帮你做 做一遍一百遍都没有问题 可是呢 针对人的这个情况之下 我想他们会让理工科的同学 另外一种思维 就是说我今天在设计一样东西 一个技术出来的时候 这个技术做什么用 那是不是设计出来 功能出来就好了 我是不是能够让他做得更好 让他更贴近 贴近人性 这个是我在这个课程里面 我尽量在做这个事情 我们也具体的带着我们学生 去参观迎合老人生活馆 透过那个馆的设施 从老人家一进门 他的开门 餐衣 脱鞋 乃至于他生活上的各式各样 科技也好 工艺上的研发也好 来帮助老人家 做很多很多的辅助器材 让学生们真真正正的看到 目前已经做了这些努力 希望透过这个课程 让学生可以真真正正 有一些兴趣 把日常周围老化老人相关问题 在这个地方有一些确切的运用 希望日后他可以有一些新的点子 新的兴趣 在解决高年化相关问题的部分 不只学生 我自己都觉得宽管很多 自询学学生宽调的不是只有资讯的层面而已 他可以看到社工 可以看到公社建筑 看到识科 看到气管方面的 他们的那个 我现在早期可能就是自己做自己的 可是现在呢 如果把它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那么我是觉得这个对一个学生来讲 到一些高年级 他的视野不是只有落在资讯 不是落在识科 而是怎么样 是全面性的 我们这个课程里边有三个老师 所以我们在讨论起来 对于相同的问题 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触发 然后不管是参访也好 不管是在厨房里边实作也好 我们都有我们觉得很值得珍惜的地方 至于对学生的部分 那我要很诚实的讲 我们的学生来自四面八方 尽管我们用尽心思 希望学生能够体会 能够体验 但是学生对于这门课程 也有他的期待 如果只是介绍性的课程 如果只是让他有所体会 如果只是让他对这个东西有兴趣 从习以为常的观念 到他能够深入的去想想 乃至于触发日后的兴趣来讲的话 这一点目的是达到的